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的弟弟 今天带大家看一部由会钻杀的鲨鱼引发的惊悚电影《杀害狂杀》 开头就是两个年轻人在沙滩上骑着摩托耍帅 其中一个小年轻不小心翻了车 揭开头盔一看 咦,我的好机友呢 刚转过来就被沙子里冲出来的一条鲨鱼写进了 这边他的好机友等了半天没看到他 于是就去找呗 却只找到一架倒地的摩托和一个头盔 正当机友疑惑时 沙子中一条鲨鱼直冲冲地向他冲了过来 他立马骑上车落荒而逃 却还是没能逃脱鲨鱼的血盆大口 警方很快地发现了尸体 其中一个女警怀疑是由鲨鱼袭击造成的 他们准备在沙滩进行监控 不过还没有确认之前 又有一对行李去到沙滩 女朋友将男朋友整个人埋在沙子里 只留下一个头 这么作死的行为 简直就是给鲨鱼送午餐啊 果不其然两人双双丧命 不过监控的警察呢 哦好吧他们有在努力工作 这是没有看见罢了 这不两个小年轻又在他们面前被鲨鱼袭击了 警察回去后呢 就将鲨鱼会钻杀的事公布 一个老头说这是鲨鱼 遇害的人再增多 市长无奈只好关闭了海滩 市长的儿子吉米估计算是男主吧 为了取悦女警找人去杀了鲨鱼 结果那人拉着头死了一个多星期的鲨鱼糊弄他 他们又准备电子鲨鱼 结果鲨鱼把电线给咬掉了 全程停电 警察在海滩找到男主叫去的那伙人 以为是他们还全程停电 于是女警察跑去男主家 将他铐上带去了海滩 男主无奈之下只好跟市长说 这些人是在帮警察做事 但警察哪里又会相信他呢 男主又只好胡作说他在准备一个节目 需要用电 一群人正在海滩上争执着 这是鲨鱼出现了 在沙子里围绕一起去的女科学家游泳 一群人惊慌失措 将女科学家救下后 众人终于相信了鲨鱼的存在 男主的爸爸也就是市长 做出了一番宣言 一定要将鲨鱼给弄死 但你手就说嘛 干嘛往沙子那里沾呢 一不小心就给鲨鱼当了晚餐 鲨鱼吃完一个还不够 看到沙滩上还有一个人 于是前去携击 男主他们在沙滩外大声呼叫 结果那人带了个耳机听不见 自顾自的在那里修电线 鲨鱼刚要靠拢他就被炸成了肉块 好吧 电鲨鱼的点子还是可行的 但是城市彻底断电了 男主爸爸死了后 男主却要继承他老爸的愿望 却将海滩开放了 警察找他谈判却没能成功 男主只要钱不要命 在沙滩上举行了一场派对 警察只好趁机进行观察 一个漂亮女郎前来勾搭男主 却被女警察看到 女警察气愤的转身离开 留下男主和那个炮灰女郎在一起 结果鲨鱼又在男主面前 咬死了那个女郎 男主惊吓之余 还是决定要继续开派对 但他的朋友发现了女郎的尸体 要他停止派对去报警 可是男主油盐不尽 很快鲨鱼群就袭击了人群 众人四处逃散 警察竭尽全力保护着人们 男主却在埋怨鲨鱼毁了他的派对 这时一条鲨鱼前去袭击他 女警察为了保护他被鲨鱼咬中 他惊慌地把女警察剩下的肢体带走 然后打电话给女警察的弟弟 告诉他女警已经牺牲了 谁知被责怪了一顿 他沮丧地离开 女警的弟弟却又打开电话来 请求他帮忙疏散游客 虽然并没有什么用 拿他去做了 然后他们在最开始 说出鲨鱼的老头的帮助下 制造了一个陷阱 来将鲨鱼一网打尽 但是需要一个诱饵 男主自告奋勇地去当了这个诱饵 最终英勇牺牲 最终鲨鱼也被消灭干净了 男主开始是个利己主义者 但他最后也为了大义 而牺牲了自我 好了 我是汪哥的弟弟 如果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